老君山村 老君山村 是湖北省神農駕鄰區 牧羽鎮夏俠的行政村 2017年2月 這裡被湖北省環境保護廳 命名為 2016年度湖北省省級生態村 哈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 這個神農駕的老君山村 非常多的人 等一下要來進行這個 宣講活動 終於到了老君山村 這裡的鄉民非常的純樸 連日幾天的宣講實在是覺得太累了 有一種彷彿都還沒睡醒的感覺 我們環顧四周 覺得老君山村 他這裡的社區非常的可愛 根據觀察 我個人認為 神農駕鄰的社區 通常都是透過集中的一個管理制度 在社區都可以看到黨員服務中心 透過村委會的一種整合的管理制度 社區的有效資源整合推進多元治理模式 讓我們這次宣講的一個活動顯得意義重大 因為來這裡宣講 是為了可以提升村民對於整體的一個神農駕鄰區的一個自然保護意識 接著我們來到老君山村管理處 這裡是老君山管理處總支部委員會 才剛蓋好沒多久的新建築 跟山裡的環境一樣顯得格外的清新 我們現在宣講完了 然後來到這個老君山的管理處 這邊實在是好山好水好漂亮 而且這管理處好新喔 一直覺得說老君山這裡很不錯 因為我都覺得說他的名字就很像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道士在練丹的感覺 老君山 非常的有趣 不過呢這邊實在是太奇怪了 神農駕真的是天天都在下雨耶 有一點不習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想起了河南的老君山 老君山自然就是指太上老君 也就是大家口中說的老子 當然河南的老君山跟這裡不太一樣 我想唯一一樣的大概就是 森林都受到了非常好的保護 等待了許久 終於又到了吃飯時間囉 沒錯 我們就是要在管理處吃午餐 老君山村的朋友們 很招待的午餐真是好好吃喔 尤其是那個藕湯也太好喝了吧 據說湖北的藕湯是天下無敵 我終於見識到了 終於跑了好多地方 我們又回到了神農駕國家公園管理局 山裡寒舍是我再次住的小民宿 老闆非常的熱情也非常的親切 連日幾天的活動 讓我的心覺得又充滿了正能量 滿滿的終於可以告別了 神農駕這個可愛的地方 不過那麼多天 我居然都沒有看到金絲猴 肯定是希望讓我下次再繼續回神農駕旅遊 一大早匆忙趕車 到了宜昌東站 吃了一碗熱騰騰的熱乾麵 我們就要繼續往武漢前進囉 而且我需要聲明一件事情 待了那麼多天在大山裡 我真的好懷念星巴克喔 還有很多商場 就是那種很時尚的地方 希望可以讓我在都市多待幾天 這次短暫的停留武漢 實在是太趕了 武漢實在是太好玩了 而且還有那個很漂亮的東湖 你們有去過東湖嗎 我個人覺得東湖比西湖 真的是大很多耶 而且在這個放陰台附近 就是騎共享單車雙湖橋這裡 我都覺得下午的時候風景都好美喔 東湖真的好棒喔 好喜歡喔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這次的湖北旅行 請記得給我訂閱按讚分享唷 掰掰